6月11日,国家航天局在北京公布了由驻荣号火星车拍摄的天文一号探测器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貌、中国印记和着寻合影等影像图。 首批科学影像图的发布,标志着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日前,在此次探测任务中,负责火星地形地貌分析,协助选取探测器候选着陆区的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吴波接受了中心设计者专访。 天文一号这个火星探测任务其实是创造了航天探测、深坑探测的一个历史。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第一次就能够完成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绕围着火星,绕落降落在火星的表面,然后巡视探测,有火星车在火星上面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历史。 2016年,应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邀请,吴波率团队进行火星全球地形地貌分析和评估。 期间,团队共筛选出三个候选着陆区,并最终将火星北半球最大的撞击盆地乌托邦平原南部区域选定为天文一号的目标着陆区。 2021年2月,天文一号进入火星环绕轨道后,对已选择的目标着陆区进行了高分辨率图像的拍摄。 同年3月,吴波团队获得由火星传回的图像,自此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分析域处理。 我们也利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种人跟智能的方法来自动识别整个区域里面的撞击坑、石块,以及其他有可能危及着陆安全的一些因素。 那么最后呢,我们增合地形的坡度,这个撞击坑的密度,以及石块的分度等等这些因素,收手得到几个着陆的椭圆。 那么呢,最后我们把这几个着陆椭圆建议给天文一号的任务团队。 最后,我们天文一号的这个火星车,着陆的位置就在我们建议的其中一个着陆椭圆的中心点的附近。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参与感,这样一种喜业,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回忆起过去几个月的时光,吴博坦言,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和困难无处不在。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处理这些非常大数据量的高分辨论的图像。 我们要来分析目标着陆区里面数以百万计的石块, 数以十万计的撞击坑,以及其他的一些有可能影响着陆安全的一些地貌的特征。 但是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是我们的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能够全力以赴。 有些同学他可能身体不大舒服,甚至生病,但是他也能够坚持下来。 短暂地休息以后,又能够很快地投入到更多人间来。 有些男同学,甚至是腾小搭蛋,就睡在半人室, 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保证,在这个时间节点以前, 我们要完成国家航天部门交易我们的任务。 吴博介绍,自己的团队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令他欣慰的是,经过项目的锤炼, 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逐渐磨练成长为一批有经验,有担当的青年科学家。 我的一个博士生,从一开始的一个对火星探测可能不具有什么了解的一个年轻的学生, 到现在成长为在火星地形地貌分析方面比较有成就的一位年轻的科学家, 我觉得也非常欣慰,我们国家的航天的工程师们, 他们都非常言轻,经过火星探测这样的任务, 他们得到了着张的成长。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那么具备那么多的国际先进的知识、经验, 到具有非常成熟的这种心态,经验、力量、知识方面都得到了非常有利的这种成长。 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未来的航天实验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我们积聚了人才。 在吴波看来,未来香港科学家应立足香港创新中心的独特优势,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 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科学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